第15題 下列哪個時段 他的平均速率最大 我們解決這一題呢 可以把每一段的速度呢 都確確實實的算出來 比如說 0到1秒鐘 他花了1秒鐘 走了 3公尺 所以他的平均速率 叫做3 那麼但是呢 我們可以用看了就可以了 因為老師教過 ST圖的直線 代表所謂的速度 那麼 直線越寫就代表速度越大 那麼 速率就是速度的大小 所以呢 我們如果看到誰的直線最寫 我們就可以知道 誰的平均速率最大 所以我們看圖就發現呢 我們0到1秒的是最寫的 所以他的速率呢 是最大的 所以呢第15題問我們說 下列哪個時段 他的平均速率最大 我們答案選的是A 0到1秒鐘 因為 他這裡的直線呢 是最寫的